陆毅放下手里的书 闭了闭有些疲惫的眼镜 身旁午睡的惊吓 早就睡得四痒八叉 还轻轻打着憨 陆毅笑了笑 轻轻抚摸着他的额头 虽说他还睡得香 但算算时间 存浮应该就快到达别院 所以该叫他起来了 陆毅轻轻推了推惊吓的手臂 可他却闭着眼镜皱了皱眉 完全没有起来的意思 他俯下身去 欣赏了他微张的嘴唇 果然 他因为呼吸困难而睁开了眼镜 干嘛啊 讨厌 惊吓 揉了揉眼镜 烦躁地推了下陆毅的肩膀 陆毅捂住肩膀处 愣哼一声 怎么了 是我碰到你伤口了吗 惊吓一下子精神了 疼得坐起身来 紧张地要扒开陆毅的衣服 查看他的伤口 放心吧 我没事 陆毅握住惊吓的手笑道 没事 没事你瞎哼几什么 害得我吓一跳 惊吓生气地嘟起了嘴巴 抬起他的手 咬了上去 他并没有使劲咬 所以一点都不疼 反倒痒痒的 陆毅抬起惊吓的下巴 拇指摸缩着他的唇绊 你最近怎么这么爱咬人了 我乐意 谁叫你骗我 惊吓哼道 我这不是看你刚睡醒迷迷糊糊 所以想让你清醒一下吗 陆毅笑道 哼 层服又没来 你急着 叫我起来做什么 惊吓慰懒地往床上一倒 陆毅抚下身去 一手撑着头 一手抚摸着他的脸颊 你一直睡觉 我会觉得无聊啊 大人不是 向来喜欢清静 我睡觉 不正好给你一个清静的空间吗 惊吓伸了伸懒腰道 你睡觉可不清静 又打汗又磨牙 陆毅逗他道 我才没有 惊吓哼道 其实听你叽叽喳喳也挺好的 我可能已经习惯了 这样的不清静吧 觉得你叽叽喳喳的 反倒让我安心 陆毅感叹道 他曾经非常讨厌过躁之人 可谁能想得到 他居然会有一天 喜欢一个人在他身边 叽叽喳喳的说个没完 也是 如果我哪天不叽叽喳喳了 那恐怕就是大线一致了吧 惊吓开玩笑的 吐了吐舌头 瞎说什么 陆毅醋了醋眉 勾着手只弹了下他的额头 哎哟 疼 惊吓 揉了揉额头 见陆毅猝着眉 笑嘻嘻地搂住他的脖子 我不就是 开个玩笑吗 你别总是皱着眉头 以后 不许开这种玩笑 陆毅捏了捏惊吓的脸蛋道 卑职遵命 惊吓抬起头 在陆毅的唇上 亲了一口 陆毅淡淡一笑 辅下声刚要亲吻他 闹人的敲门声让他猝起了眉头 有人来了 是不是陈毅来了 我去开门 惊吓 请了一口鹿意 起身 整理了一下衣衫 走到外间开了门 妇人 陈毅对惊吓恭敬地点了点头 来了 你是担心大人 所以来看看是吧 哎哟 他现在还是那个样 不过万幸的是 他没有继续心智退化 惊吓发愁的一手符额 长叹了一声 夫人放心 属下很确定 现在没有人在监视 陈毅说道 哦 是吗 惊吓尴尬地呵呵一笑 那你快进来吧 陈毅应了声 是 走进了房间 惊吓 赶紧关上房门 带着陈毅走进了内室 来得挺早啊 陈毅看了眼 陈毅冷冷冷道 是 属下五十之前就出发了 不知为何 陈毅总觉得 今日大人似乎心情不怎么好 那你们谈 我先出去了 惊吓说道 虽说他如今是陈毅的妻子 但他的父君 毕竟是锦衣卫首领 有很多事物是朝中最高机密 即便他是他最亲密的人 但有些时候 他也需要尽量的避嫌 况且 陈毅很多时候 也不愿告诉他 太多北镇抚司的事物 不是因为不信任他 而是不想让他操心和担心 毕竟 北镇抚司的事物 可都不是什么小事 大多都是危险且棘手的 妇人 陈毅叫住了惊吓 有事 惊吓看了看陈毅 发现他似乎一脸为难 您母亲知晓我会来别院 因为很担心大人 所以他执意要求 跟我过来看看 我实在是拦不住 所以 陈毅心虚的看了眼陆毅 我娘来了 惊吓惊讶的 瞪大了眼镜 不只是您母亲 还有大少爷和大小姐 他们俩一直缠着您母亲 所以无奈 陈毅声音越发的小了 他们俩也跟着来了 虽然很惊讶 但惊吓心里更多的是喜悦 他想孩子了 虽然之前回府了一趟 可是在别院的这些日子 他还是非常想孩子们 可是 他娘和孩子们来了 又会有些麻烦事 大人 如今皇上要求对外宣称 你受伤和突身恶极 所以在别院休养 所以整个陆府 包括我娘在内 一直以为就是这样 他并不知晓 你装作心智退化 糊弄皇帝老儿之事 我之前回府 也没告诉他 所以如果我娘一定要看你 你是不是还要在他面前 装成心智退化 不必 陆毅摇尾摇头 你一会儿去见岳母 和他解释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便是 不用糊弄我娘 糊弄什么 陆毅淡淡一笑 让他老人家知道事情怎么回事吧 也免得他天天提心吊胆的担心 只要嘱咐他老人家 若是有人从他口中打听 就说我仍旧需要养伤养病即可 大人 其实 你也是因为不好意思 在我娘和你的儿女面前装疯卖傻 所以才如此决定吧 惊吓消息息道 赶紧去看岳母吧 陆毅不自然的轻了轻嗓子 原来大人也是在乎面子的嘛 惊吓哈哈笑道 俏皮的对陆毅眨了眨眼镜 小跑着离开了房间 你偷笑什么 陆毅瞪了眼存福 属下不敢 存福憋住笑道 不知为何 每次看到大人面露尴尬和被夫人揶鱼 他心里都觉得莫名的爽快 小朋友 我会让我够尖尬 你继续 有一点 我会让你 你能够尖尬 为什么 有钱 对 不得